项目编号SCP-019 项目等级Keter 特殊收容措施 SCP-019保存于装有焚化炉的3米乘3米乘4米的钢筋混凝土 房间内的一个炉格上 焚化炉关闭时 房间必须维持在零摄氏度 与该房间一窗之隔的监控室 必须时刻保持监视SCP-019的动向 一旦发现SCP-019二个体出现 需即刻启动焚化炉 万一SCP-019二发生暴动 使用普通枪械即可有效抹杀单独个体 火焰喷射器可以有效地对付大规模爆发 SCP-019本体在任何时候都必须直立放置 描述 SCP-019外观为一个巨型磁器屏 高度2.4米 屏口直径1.8米 虽然无法确定其正确的生产年代 但从其款式和花纹来看 应该制造于古希腊时期 SCP-019的表面无法受到任何已知手段的损害 如果以后有任何方法能够成功 SCP-019必须立刻被无条件摧毁 SCP-019会周期性地产生另一种独立存在的个体 这些个体统称SCP-019-2 它们呈现多种形态 但外观趋向于小体型人形 可能具有动物特征且都怀有高度敌意 它们会用牙齿和爪子进行攻击 虽然极度脆弱而且极度易燃 但是当数量够多时 它们仍可能构成严重危险 当保存于零摄氏度时 且处于静止状态时 SCP-019两个体以每小时一个的频率 从SCP-019出现 以致下列条件会影响 SCP-019-2的出现速率 移动SCP-019 SCP-019本体受到威胁 极端的高低温 周围环境突然改变 往SCP-019内放入任何物体 包括无机物和有机物 此举将会引发大量个体产生的洪水效应 以下条件存在影响 SCP-019-2之出现速率的可能性 SCP-019附近出现人类 当前天气状况 某些特定人物接近SCP-019 有些人比其他人更容易导致 SCP-019-2个体加速出现 此外 翻倒或倾斜 SCP-019会制造一种反应 使它看起来就像先前 就已经装满了SCP-019-2个体一般 尽管从上方看进SCP-019里 只会观察到一个漆黑的洞口 基于SCP-019-2在项目被干扰时的出现速率 难以对内部枪体进行测量 但怀疑会和在外部测量的结果不一致 附录 SCP-019-2A档案 SCP-019-2的笔录 由Light博士和Vox博士负责维护 日期未知 SCP-019-2样本从收容室中转移 保存于墙固围栏中并提供水和活机作为其食物 样本连续不断地发出微弱而混乱的声音 音调与古希腊语相似 虽然原由尚不清楚 但样本并没有展现出比动物更高的智能 样本存活时间小于48小时 解剖显示 对象在细胞层级上符合现在所知的普通生物学 但骨骼积极不稳定 其他值得注意的反常之处 包括不稳定的呼吸系统 无消化道 实际上也没有其他内部器官 所有其他被捕获的样本都有相似的特征 行为习惯和死亡时间 笔记 看来他们离开SCP-019后 能生存多长时间 对他们来说没有意义 Fox博士 日期未知 收容单元因长期受到SCP-019二个体攻击 而遭到轻微损害 原因为新产生的SCP-019二个体部分身体透明 没有被观测小组监视到 未观察到以前的SCP-019-2具有该特征 监视组会继续追踪并报告更多异常现象 日期未知 监视组报告 部分SCP-019二个体对焚烧展现出比其他同类更高的抗性 暂假定该特性为SCP-019的防御机制的部分体现 日期未知 大多数SCP-019二个体现在几乎完全具备抵御焚化炉的能力 考虑使用酸液池代替焚化炉 对SCP-019二进化的研究正在进行中 并可作为SCP-019具有感知能力的证据